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主要的配色都是这种茶色的一个处理方式 然后包括底部的一些部分 但是它连接的一些关节还是采用了这种尼龙料子的塑胶 整个的一个效果还算是可以 该有的一些分色细节 比方说这边的白色 还有一些该有的一个涂装 它都是做出了一些相应的点缀 包括这个倒视镜的部分 是这种有软胶成分的尼龙 还有一些连接件的部分 都是有一些偏软胶的手感 配件方面呢只带了一个黄蜂枪 其他的配件呢都没有做出彩透的配色 那我说一说我自己不太满意的一个地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红色的部分 它其实呢是在茶色的塑料表面 喷了一层金属红 所以呢整个红色的这个感觉呢 并不是特别的鲜艳 反倒是有一种那种暗红色 总体给我的一个发色感觉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看啊 所以说我觉得载具形态呢 一打眼的一个感觉呢 它并不是给你那种红色特别正的一个感觉 反倒是有一种暗黑被扫描的幽灵车的一个版本啊 那滚动性来说呢 我觉得还行 整个轮胎部分的一些处理 都是这种茶色的透明件 前面的这个处理呢 也是茶色的透明件 整体把玩下来呢 居然没有发现白痕 所以说整个的用胶呢 大家也算是比较放心 虽然比不上这个阿帕奇的一个用料 但是我觉得用胶方面来说呢 达不到这个有白痕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胶感方面呢 也算是各位比较放心吧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边聊边说 整体的一个槽点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水口的清理啊 真的是过于丧心病狂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水口处理啊 我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整体的水口呢 包括三方四方 我觉得都是一些通病吧 整体的那种水口处理啊 并不是处理的非常得当 非常干净 那黄蜂枪呢 也是这种茶色的一个塑胶 这个地方的卡扣部分 它是要有变一下啊 顶端的这个卡扣这个位置啊 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也并没有改啊 大水口的地方 确实是有些丧心病狂 但是整个的 你看这个胶感部分 你看这些地方 我觉得你看 还是没有白痕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胶呢 还是比较放心的 这个卡扣的这个地方 我就不给大家背了 这个位置确实是 不是符合我审美的一个点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的一个变形吧 整体的变形呢 就比较简单 其实呢 我昨天是从人形 录了一个载具形态 但是这款产品嘛 在晚上打光的时候啊 真的不是特别友好啊 就是你看不出来 整个的细节 所以呢 导致我今天白天呢 又重新再录了一遍 为了方便让各位看得清楚一些 所以说晚上录这个视频吧 属实是 这个光呢 稍微会对整个产品呢 有所影响 然后这个球形关节 尼龙剑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偏紧一点 所以说在把玩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松脱的现象 那松脱了之后呢 我个人建议啊 就是把这个球形关节这个位置啊 你再给它卡上去 这个地方你别太使劲啊 毕竟透明件这个部分吧 尽量的不使劲就不使劲 或者是说你给球板这个部分稍微削一削 对产品呢 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吧 变形的时候 各位还是要多少注意一点 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呢 我们把它卡住 整体的一个红色呢 你其实在镜头里也看的并不是特别明显 这个地方是有金属色 人形我们再细讲吧 反正我遇到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球板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关节的位置呢 略微有些声色 偏紧的一个手感 处理方面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舒服啊 在这个部分 当然呢 透明件这个部分 我相信很少也有人 没事拿它来进行一个把玩 毕竟嘛 透明件有两大问题啊 第一就是一损 第二呢 就是一松 但是这款产品呢 倒是没有说有损件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松紧现象来说呢 也没说多么多么松 所以说这个模具本身呢 我觉得还是有它优秀的点在里面 上半身的这个部分 卡扣的位置啊 我该给它解锁的 就解锁 这一片的部分 我们稍微要有斜着一个角度 给它卡进去 然后呢 这两片也是正常的 顺着卡扣的位置点 我们找准相应的部分 我们把它卡进去就行啊 整个玩具的一个感觉来说呢 就是轻车熟路了啊 因为这款产品 最近在咱们这个视频里 出现的次数呢 也不下是多次啊 该折叠的部分呢 我们给它折叠 然后这个地方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把它进行一个旋转 旋转之后呢 通过腰部的这个关节 我们把它往里卡 整个呢 是有一个锁定的位置点 然后这一片呢 给它 我个人习惯呢 就是往里收一收吧 也没有说多么要求 怎么样怎么样啊 本身呢 这款产品 也就是老生常谈的一款产品啊 只是彩透这个版本呢 属实对我个人的一个吸引力呢 是比较大 那说话期间呢 这款产品呢 就变形完成了 我们角度调一下啊 来看一看 整个的变形流畅度呢 除了这个脚踝这个部分的球形关节呢 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觉得倒也没什么啊 整体的关节紧实度呢 还好 整体也算是比较不错 那细节方面呢 我们先把武器什么 做一个搭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本身的配件呢 紧实度呢 就是这些 加上一个车顶件的一个部分 这个车顶 我是实在是不愿意往上放啊 那配色方面呢 在人形呢 你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呢 会比较多 那我也是简单说一下啊 我个人呢 对于这个红色的一个配色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些怪啊 我们再拿出之前 百味的那个 大钢索搭载的透明柱子 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就是扫描过后的一个感觉 如果说这是一个 扫描版的晴天柱的话 这个应该幽灵版的一个御天底啊 整体的一个颜色再说呢 乌其妈黑的 不是特别的 合我个人的一个心意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体的这个红色呢 是在茶色的本体上面啊 做出了一些涂装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红色本身的发色呢 我觉得就是偏暗色细一些 而且呢 并不是凸显这个红色多么艳丽 所以看起来的整体质感呢 确实是怪怪的 人形的一个紧实度来说呢 我们边看边说吧 先从头胶方面来看 头胶方面的一个细节呢 我觉得也还行吧 只是老芋头这张脸呢 没有做任何涂装的情况下呢 细节量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彩透版本呢 如果说脸上部分稍微做了一点银色的细节 和一些该突出的细节做出来一点呢 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所以说这个颜色我总觉得是有种头雕的一个球形关节 紧实度呢控制的还不错 上下呢是有一定活动性 两腮部呢是有这种红色的一个涂装 而是质感方面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吧 眼睛部分是单独的金属蓝色涂装 胸部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些银色的一个勾线 其实你可以看到本身材质 透明件的材质上面呢 有一些金属色的点缀 其实是不差的挺好看的 包括腹部的这个金色也是做出了一些点缀 但是整体颜色我觉得是稍微是有些怪的 这个红色做的是有点深了 然后肩甲部分呢也是有些金色的一个点缀 上下的活动关节 包括整体的一个紧实度 我觉得控制的是比较适中的 可能相比较于原色呢并没有那么紧 但是整体的一个紧实度呢是能接受的 小臂部分的红色涂装也是有 手腕呢有单独的一个旋转 包括呢腰部的一个旋转 它是做出来一些腰部的旋转呢 比较紧实啊 没有说特别松的一个现象 后背包的这个部分处理啊 你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 反正最后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一个战施的效果 那大刀的部分呢 这种内透的一个质感真的很漂亮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透明件是有透明件的一个魅力 只是这个配色选的 不是特别合我心意吧 我觉得载具形态可能还能多好看一点吧 人形稍微差一点啊 然后两腿部分的一个造型啊 可以拉开 那大腿部分的一个前踢 紧实度呢控制的还行 后踢呢我们也来看一下 整个的一个效果 还不错啊 侧踢 侧踢的支撑力度稍微是差一点啊 刚才说话期间呢 把这个这一片呢 给它稍微怼松了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腿根部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采用了这种灰色的尼龙件啊 做一些衬托 因为本身来说 你想做一个全透明材质的话 你要考虑很多点啊 比方说这个材质是否能接撑住啊 所以说这一次百威 做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也还行吧 只是人形方面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大腿的红色部分呢 是做了一些红色的一个涂装 膝关节这个部分 有些尼龙件的一个把控 然后腿部的外侧细节 是做了一些红色涂装 脚尖部分是有金属色 那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些金属色的一个涂装 整体来说嘛 简简单单吧 但是让我总结一下这款产品吧 就是质量还行 充也能充吧 但是啊 人形并不是符合 我个人审美的一款产品 而载具形态确实也还挺好看的 就是说这个配色方面呢 属实也是一门学问 如果透明配色 配色的特别正确的话 对于整体的一个产品呢 加分项倒是蛮好的 但是这款产品 目前的一个售价呢 我并不知情 用料呢 倒是觉得还不错 要是槽点方面 第一就是 人形方面的这个配色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东西也算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然后再者呢 就是水口方面处理的 确实是有点丧心病狂 那别的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后呢 把他和他的大徒弟啊 都拿出来战士啊 自古红蓝出CP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颜色可能会 更符合我个人的一个审美 至于这个颜色吧 好看呢 透明件属实是挺好看 但是这个配色 可能后续我要有闲心的话 增加一些金属细节 可能会比原来的配色 会好上一些吧 那今天视频 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